世界上的全国有很多 每一个都在生死边缘徘徊 为了能活下去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海地靠吃土 苏玛里靠海盗 挠鲁靠卖鸟粪 但是有这样一个国家 靠外国军队入住 收租金而活下去 目前为止 全世界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 在他这里驻军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非洲曹大华 索马尼海盗一生之敌 苏伊士运河的咽喉 世界兵营被欧美斥其为阿斗 却和中国关系十分要好的 急不提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被外国驻军 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毕竟外国驻军这东西 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 并且时不时还会发生 恶性犯罪事件 为啥放在吉普提这里 就没多大影响呢 只能说 穷能改变一个人 更能改变一个国家 吉普提是东非著名的烂地 不仅国土面积小 不到通聊的二分之一 全国境内还没有任何重要的资源 只有些盐田和食材能开采 该地区还是全球平均气温 最高的地方 因此90%以上的物资 依靠进口 就连这里的骆驼 都只长一个驼峰 所以这里被联合国列为 不是一人类生存地区 这么穷了 那就只能高点副业 养活自己了呗 眼看自己的邻居索马尼 拿起了AK 当起了海盗 吉普提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感叹自己的邻居 格局太小了 试问这个世界上 哪种生意稳赚不赔 还没有风险 吉普提的回答是 当房东收租金 我们看一下 吉普提的地理位置就知道 为啥他这么想了 吉普提位于非洲之角 亚丁湾西岸 与阿拉伯半岛 隔着一个曼德海峡相望 从这里向东 是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向北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 直达地中海 每年通过这里的船只 有2万多艘 通过苏伊士运河 运输的货物总价值 约占全球贸易额的12% 从照片中 你们也能看出 这里的地理位置 是有多重要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 是全球海上贸易的生命线 那曼德海峡 就是前置动脉的小血栓 吉普提东部 有东非最大的港口 吉普提港 这是世界最重要的自由港之一 亚欧大陆的货船 很多都在这里周转货物 支撑起东非的经济 从19世纪开始 这个港口就被法国人占据 大家没有猜错 吉普提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 1869年 法国用12万埃及工人的生命 修建苏伊士运河完工 从此亚欧大陆的航运 不再绕过非洲 而是从红海进入地中海 再到南欧 红海自此成为亚欧生命线 法国也立即把恶守红海的吉普提 变成殖民地 二战结束后 上世纪60年代 非洲各国纷纷独立 法国唯独咬着吉普提不放 只给当地一些自主权 直到1977年 全球殖民地都独立了 法国人迫于压力 这才让吉普提独立 但走之前 法国还是留了一手 法国为了保证自己在非洲的利益 于是跟吉普提政府签了一个合约 那就是允许法国在这里长久驻军 吉普提一想 反正自己一穷二白 他们驻军还会给自己搞点建设和租金 于是非常愉快地答应了 20世纪末 全球经济高速发展 全球各国对原油的需求逐年递增 每天有200多万桶原油 经过吉普提门口的曼德海峡 这一段时间 美国爆发了911事件 美国为了保护中东大油田 并打击跨国激进组织 于是在吉普提建立了永久军事基地 成为了第二个驻军吉普提的国家 但是真正让吉普提成为世界兵营的 还是索马尼海盗 2008年是马里海盗风起云涌的年代 索马尼海盗不仅劫持路过的石油船只 还连吉普提的货轮和渔船也劫持 这几乎让没有国防能力的吉普提非常苦恼 为了能活下去 吉普提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广发英雄铁请求各大海军强国入驻 吉普提的条件也很简单 我提供土地 你们给我租金就行 至于你们怎么建基地 你们随便 由于海盗活动 严重影响了各大国的海上贸易 联合国破天荒地连续通过了四个决议 就这样各大国纷纷驻军吉普提 各国驻军来了以后 吉普提的安全问题不但得到了保障 经济上也迎来了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 每天至少有20多个国家 60余艘的军舰 和数十种的战机活跃在亚丁湾地区 吉普提每年光租金都有几亿美元 美国和他签约了20年 每年缴费的租金大概7000万美元 中国是2017年签约的 签约了10年 每年租金2000万美元 就连被阉割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在这里有驻军 常年保持着两艘军舰在这里护航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以为故事就结束了 还没结束 仅仅靠着租金 最多只能让吉普提的百姓活下来 并且西方国家给的租金 大多数也不是白给的 要想发展还得中国来 前面我提到过 中国来吉普提驻军是2017年 吉普提独立后一直面临粮食危机 加上他们的部分港口运营权 都被法国垄断 因此到2011年 吉普提以60%的城市失业率 和77%的农村失业率 双双位列世界第一 看到吉普提经济这么差 欧美国家还不忘吐槽一句 说吉普提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只有中国默默地在吉普提农业欠收时 援助6000万元粮食 当欧美国家嫌弃吉普提基础设施差时 中国为其提供贷款 修建学校、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港口 公路和自贸区 就连太阳能路灯都采购自中国 后来美国看不下去了 为了挑拨我们和吉普提的关系 美国带头挑起埃塞俄比亚与吉普提的争端 导致两国在十多年时间里视同仇人 直至中国介入调停 终于在2001年两国达成一致 由中国承建亚籍铁路并全程培训和代运营 中国人奉行和气生财 从2001年到2021年这十年间 中国出手改变了两个国家的现状 亚籍铁路成为了两国经济交流的桥梁 眼见亚籍铁路被中国运营的热火朝天 欧美又开始造谣 说亚籍铁路中国运营一直是亏本状态 后来是埃塞俄比亚公开发布数据 才打了欧美的脸 关于中国是怎么建设吉普提 具体我就不说了 只有埃及两国人才知道 因为铁路的开通 他们的农民再也不用担心 咖啡和水果被人压价了 因为铁路的开通 来自中国的平价粮食与日用品 也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口到非洲内陆 再也不用从欧美进口高价商品 截至目前中国总共在吉普提投资 达30多亿美元 吉普提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350美元 远高于周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战乱国家 如今野门的胡塞武装又开始在红海兴风作浪 吉普提的重要性再次摆在了各大国面前 吉普提也终将成为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战 视频的最后 喜欢哥哥的点个关注吧